欢迎收看104年7月18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陈丽婷 一般人想运动呢 想要有个休憩游玩的地方 就会想到社区里的公园 前阵子高雄也有了第一座的狗狗运动公园 那么身心障碍者呢 今天在桥头区就启用了全国第一座的轮椅梦公园 让现场的身心障碍者是相当的感动 也非常热闹 一起来看看 五彩缤纷的气球漫天飞舞 彩带随风飘逸 你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台湾居然也有一座轮椅梦公园 那我们这个地方这一次会提供有 10辆电动轮椅 10辆手摇自行车 20辆电动轮椅 然后还会有一台中型巴士 就可以协助身心障碍的朋友 全球首座的身障者多功能运动休闲园区 今天在桥头区正式启用 运动可能是所有身心障碍者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现在却已经梦想成真 而且这里还提供住宿的服务 让身心障碍者是相当的兴奋 破旧的那些厕所设备 我们把它改成无障碍 所以现在很多轮椅主 他可以在这边洗澡 在这边住宿 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他们要去住一般的旅馆 感到没有这里方便 这里还提供了免费的手摇式自行车 电动轮椅与运动轮椅的租借 让这些坐轮椅的民众除了可以畅游桥头 也可以开心的运动 令人愉快的一个星期六 那看到这么多健康 愿意这个大家一起走出户外 迎向健康迎向阳光 这么多的伙伴 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 副市长许立民还带领百步手摇自行车队同游堂场 轮椅梦公园的启用可以说是 市府单位与民间单位共同合作的创举 让一般民众跟轮椅族都可以前来游玩 轮椅梦公园让高雄又前进了一大步 也给了高雄轮椅族民众一个妥善的生活机能 港督新闻潘志光陈列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